朋友们好啊 我们继续说梁树明 说可爱的梁先生 1950年的1月份 应毛主席的盛情之邀 远在山城重庆 做官行情代价而辜的梁树明 来到了北京 梁树明到北京的时候 毛主席正在莫斯科 正在出访苏联的过程中 那么按照毛主席临行之前的交代 中共中央的统战部细心的接待了 这个百般挑剔特立独行 这个梁树明梁先生 可以说这个食有肉 出有鞠 安排的十分的周到细致 细致到细致周到了 到了什么程度呢 让这个梁树明先生都觉得非常感动 那么一个多月以后 3月10号 1950年的3月10号 毛主席和周恩来 从莫斯科返回了北京 到北京 火车站去迎接毛主席一行的 那就是在京的 几乎所有的中央领导人 和许多的民主党派人士 毛主席一下火车 在这个站台上 这个人头传动的站台上 就一眼就发现了梁树明 主席就大步的走过去 跟梁树明热情的握手 说梁先生 你也到北京了 我们又见面了 你的身体可好啊 家眷都来了吗 改日改日到我家做客 咱们来一次长谈 通宵都成 那大家可以想象一下 在这个北京站 在这个站台上 在这样的一个礼节性的 这个欢迎的这样的一个仪式上 毛主席能够从这个 百万军中 拎出梁树明 梁先生这一上将手机 然后这个如此之客套 真是输为难得呀 是吧 我相信 我相信那个时候的这个梁树明 这个站台上的梁树明 在这个中共和各民主党派 各大佬 这个人堆里的这个梁树明 那感觉应该是好极了 应该是好极了 毛主席呢 说到做到 没过几天就派车 将梁树明 接近了中南海 梁树明先生到主席家门口的时候 主席 亲自在院子里面迎接他 当时主席的卫市长是李银桥嘛 李银桥后来就回忆过 这个梁树明 出来北京 到毛主席家里来 这一桩一段往事 李银桥的回忆里面 说梁树明一下了车 见到毛主席之后 就快步的驱步向前 然后呢 这个边走啊 就边竖起大拇指 连声就在那叹道 哎呀 主席太伟大了 实在是伟大呀 这个听到了这样的老朋友 出自老朋友 这种赞许吧 反正毛主席谈不上高兴 甚至可能瞬间还表现出一种不悦 毛主席当时就跟梁树明说 说我们是老朋友了 你这么说就不合适了 其实当时的时候 建国一史的时候 对主席做出这样的赞许之态 发出这样的赞许之声 甚至这个 这个不顾自己的这个年高体脉 年脉体衰 这个对主席能够 这个做出这番举动的 不仅仅是梁树明 这有很多时代都是 包括当时这个李继生了 这都国民党元老 那对于主席来说 都属于主席的长辈 李继生老人家当时 说跟主席在一起的时候 走两步停一停 就回过头来 竖起大拇指 毛主席啊 你真伟大呀 走两步停下来 回过身来 竖起大拇指 毛主席啊 你真伟大呀 往往这样的时候 主席都是坚持不受 这种赞议 主席从来都是说 这样不好啊 不要这么搞 这样搞不好 对梁树明也一样 那么迎进去啊 接进来 落座了之后 寒暄霸 主席呢 这个就问这个梁树明 对国事有什么意见 梁树明也不客气 也习惯了 国共两党 这些个头头脑脑 这个 听行也没少出没 梁树明随口就答道 他说什么 他说如今中共得了天下 上下一片欢腾 但得天下义 而治天下难啊 这也可算中国的古训吧 尤其是本世纪初以来的中国 要长治久安不容易啊 这话一听呢 说的起人忧忧天 也行 你说的久安思维 也可 那么表达完之后 毛主席呢 就顺着自己的思路说 毛主席说 梁先生你现在是不是可以参加政府了 我们新中国都成立 这好几个月了 是不是啊 建议他参加中央人民政府 为人民服务来 非常明确 这个盛情的邀请梁树明 到内阁中来任职 出任一定的实际职务 但是 梁树明毫不客气 婉言相聚 他怎么说 他说就是 还是把我放到政府的外边 监督政府吧 这口气 这范儿 你想这范儿啊 我这身价 你张嘴邀请我 我怎么着 感恩戴德 立马就答应 不仅婉拒 同时呢 说得非常明白 就把我放到政府的外边 监督政府吧 梁先生要监督 新中国的中央人民政府 要监督周恩来为首的政务院 梁树明晚年 在他自己的口述里面 他对于这个主席邀请 参加政府 这件事是怎么说的 他自己说 说我说这话 是有我的用意的 什么用意呢 梁树明说 他想拉我近一点 可我不想靠近 为什么呢 因为我不知道 中国的大局 就能够统一稳定下来 我不知道 我不敢这样乐观啊 因为过去中国的内战 老是打不完 多少年老打不完 国民党虽然失败了 他会不会回来呀 我一向是在两大党之间 好像是一个很公正的 代表社会的一个人 各方面都可以说话 跟蒋方 我也能说话 共产党一方 我也能说话 我想还是保留一个中间人的地位 好一点 这是晚年的时候 梁树明在口述中 对当初 婉言拒绝主席 胜意的这番解释 可以说吧 这是老了老了 这个梁树明也算说了实话 也算说了实话 什么实话呢 大家从他这话里听到没有 他不知道中国的大局就能够稳定统一下来 他不知道 他不敢这么乐观的 因为内战打得太久了 然后他 这个说国民党虽然失败 他会不会再回来 这也算是对主席推心制服吧 他之所以如此的推三 阻四不失抬举 归根结底 其实他就是怀疑 新中国这个新政权到底能不能稳固 能不能像李自成一样 吃几天饺子以后就撤了 所以他就不想靠得太近 要太近了 你就都沾上去了 日后怎么办呢 万一变了天呢 是不是 他就是要给自己的日后留有余地 万一蒋先生再回来呢 是不是 我不进你的政府 然后呢 我也不去台湾 我留在你们政府的外面 我可进 我也可退 即使再变天 无论谁的天下 我照样都得是盘菜 你们谁也不能小看了我 照样我两毛人 食有肉 出有鞠 这就是梁淑明的算盘 归根结底 我们可以得出个结论 梁淑明就是一个政治上的投机者 他的矜持归根结底 就是门声时刻的 典型的那种机会主义 也是中国文人 自古以来的懦弱 不敢当 不敢做 这个传统在梁淑明身上的 一种延续 这就是1953年的时候 毛主席跟梁淑明 梁淑明跟毛主席叫板 毛主席批评他的时候 53年时候毛主席 欲语道破的那番话 53年的时候毛主席怎么说 毛主席说 梁淑明不问政治是假的 不想做官也是假的 事实证明他不问政治 确实是假的呀 是不是我们看一看 是不是他不问政治 确实是假的 你说我们说了这几期的 梁淑明在他的生活里面 什么时候他少过政治呢 天下有事的时候 从未少了梁淑明的声音 从没有少了梁淑明的 活跃的身影 他不想做官也是假的 他只是怕天下不定 归根结底 他是对共产党 对这个新中国 对这个新政权缺少 起码的信心 他还没认识到共产党 为什么得了天下 他还没有认识到 中国已经天下归先了 就是说他压根没有看到 当时的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 为毛主席的他们的先进性 根本没有看到中国人民的觉悟 和中国人民 这个翻身解放之后 已经 这个万众归心 拥护了这个当时的伟大光荣 正确的共产党 所以他就是打着自己的那个小算盘 他就是生怕日后生变 然后呢 为了不受欺累 而才不敢贸然的去当官的 这就是梁书明的最真实的想法 所以我们看一看 再往后几十年看一看梁书明 中期一生 他不过就是一个患得患失 懦弱无为 无大作为的这样的一件空谈的书生 梁书明一点都不孤独 像他这样的人 在那个岁月 那个年代里头 太多了 太多了 一直到今天为止 中国的知识阶层 是不是也有这样的传统在延续呢 一样的 一样的 那么梁书明的同时代里头 跟梁书明一样 不发其人的简直太多了 甚至比梁书明当时更风云人物的人都大有人在 你比如说 跟梁书明在1946年左右同时做过国共调解人 一贯在国共两党之间骑墙投机 然后公然打出这个所谓的政治中间道路的 那个当时中国的一代暴人 那个这个政论家 也是后来还有什么抬头 中国的哲学家 近现代的哲学家 这个张东孙 张东孙晚年的时候 这个 大半生的这个 这个挫折 丧家犬一样 到最后 是不是 一败涂地 然后这个姥姥不亲 舅舅不爱 行单影调 孤苦伶仃的这个 张东孙 晚年的时候沉醉于古典诗词 不就曾经写过一句诗吗 叫书生毛国之堪孝 书生毛国之堪孝 老了老了 这个张东孙代表梁书明他们这一干人的好像悟出来了 他说的针对这句诗 就是这个张东孙 这个了解了历史 大家都知道这位 很著名的人 国共内战期间 那跟梁书明一样 梁书明4950年 他是毛主席邀请了参加政府 他婉拒 国共内战期间 46年内战开始 47年吧 47年年初啊 差不多 这个蒋介石当时为了孤立共产党 拉着一些民主党派 封关于许愿 有一次就想到了张东孙 蒋介石和宋子文两个人一起 请张东孙吃饭 那最高利益了 请张东孙吃饭 习间呢就直言不讳 蒋介石就劝张东孙参加政府 张东孙也跟梁书明一样 一样 婉拒 蒋介石 他怎么说 他说自己最好还是保留一个参加和谈的身份 就是也是婉拒了 不参加招呼 什么意思呢 就能不能打赢还不知道的 你万一你打不赢以后 国共再谈判的话 还需要有中间人呢 还需要这个和谈的时候 还需要有一个左右都能说上话的 这样的一个分量极重的人 他能非我张宝人莫属 是不是啊 所以我还是不参加你政府 我等着你们和谈 此言一出 再把蒋介石 是常凯申同志给气的 张东孙晚年的时候曾经回忆过这件事 他说 他说完这句话以后 他说 讲 脸色铁青 气的 踢桌子底下的他们家那条狼狗 气成什么样 不敢 不好意思 踢这个张东孙 踢桌子底下的那个 美龄的那条狼狗 气成这个样子 蒋介石 在面对张东孙的这个 玩具的时候 是这样 的反应 那么 到了1950年 梁树明也这样 在主席变前 也是这样的姿态 那么毛主席怎么对待梁树明的呢 一如既往宽宏大梁 一如既往 尊敬有加 聊完了 到了饭点了 吃饭吧 开饭吧 梁树明那特样是不是啊 我们多特样 我们酱啊 我们倔啊 是不是啊 我们独立啊 说要开饭了 主席说梁先生 我们去吃饭吧 啊 杨树明还得装呢 还继续装呢 跟巴尔西说什么 说 我20岁开始 我一直是素食主义者 啊 食素多年 请给我一两样素菜 你说这梁先生 他可爱不可爱 啊 你不知道毛主席喜欢吃红烧肉 我说什么 啊 但是你看 这梁树明就这样的话 这么装的这这这态度都表达出了 给我 请给我一两样素菜吧 毛主席怎么说 毛主席说不 今天全都用全都用素菜 这就是我们的毛主席 这就是啊 虚怀若骨 真正海纳百川 这是真正的我们的毛主席的胸怀和肚量 五三年毛主席大惊广众之下 叫板毛主席让毛主席要毛主席的哑量 此时此刻梁先生就没感受到毛主席的哑量了 你食素 好 今天整个席上一点婚姓我们都没有 全是素菜 你还要怎么样 哈哈哈哈 不仅如此 谈完了之后啊 梁树明留在了北京写家卷 为了让梁树明能够安心的生活写作 毛主席特别交代把梁树明一家安排到了 这风景秀丽的 一和园去居住 还行 梁树明面对这样的这个胜意 也倒是这个满足 没向了亚子 了亚子当时跟毛主席这个诗词唱和 火树烟花不月天 然后这个以老卖老 这个出入的时候 人家就为了保卫他的安全 小警卫跟着他 他竟然觉得人家干涉了个人自由 上去打人嘴巴 打人小战士的嘴巴 把周恩来气得之多 周恩来说他是革命战士 他为了你好 为了保卫你 你竟然打他的耳光 成何体统 发牢骚 就觉得这个小大才小用 一把牛刀 你怎么我放到鸡铺里 跟毛主席发牢骚 写诗不就发牢骚 要回南方 毛主席给他看透了 说他牢骚 太盛 防长断 风物长意 放眼亮 坏了事的 就是接下来两句 主席说 莫道昆明吃谁浅 关于胜过赴春江 然后这个爷使者不就说 说莫子看完以后 特别高兴 他以为毛主席 要把整个义和园送给他 你以为你是慈禧太爷呀 梁顺明还行 梁顺明就还比较知足 没提出要整个的义和园 那么几个月以后 就到了1950年的10月份 毛主席当时决定出兵抗美援朝 那么志愿军复朝作战的前夕 出于礼节 也出于问政 也出于监听责民 然后毛主席约见了梁顺明 专门征询 梁顺明对于出兵抗美援朝 这件事的意见 梁顺明怎么说 当场坚决的反对 梁顺明说话都哆嗦了可能 梁顺明当时跟毛主席怎么说 说新中国刚刚成立去卷入朝鲜战争 与美国人直接打仗 那后果会怎么样啊 会怎么样啊 老美登陆呗 蒋介石回来呗 他心里就这么吓 一介书生啊 梁先生 听说毛主席要出兵抗美援朝 吓坏了 吓坏了 后果会怎么样呢 与美国人直接打仗 这是最真实的梁顺明 这是梁顺明面对这样的 共产党人毛主席这样的 这这这这 这么大的决策面前 这个气吞山河的这个决策面前 真是吓到彭奸缺 是吧 不过还好 这个梁先生 这个也就是吓坏了 就是吓坏了 并且把自己的这个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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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胆怯 基本上没什么保留的 就就就跟毛主席 还还表达出来了 没像他的同道 这个又说回这个张东孙 这个张东孙 张东孙啊 张东孙听说这个美国要打第三次 第三次世界大战 听说共产党抗美援朝 听说中美战端将开呀 吓坏了之鱼啊 这个张东孙认定了中国是必败的 于是迫不及待的就开展起来 这个个人外交 开始安排后事了 这个张东孙 这就1950年代出的一桩公案 就此就戴上了 作为56个1949年10月份 这个9月底啊 新政协选举完之后的 中央人民政府56个委员之一的 这个张东孙 竟然主动的联系美国特务 叫这个王正博 通过他向美国的国务院递口线 告诉美国人 说中国没有与美国对抗的意图 有点像现在啊 有点像最近这几年啊 尤其最近这一两年 王毅不是口头语 就中国无意与美国对抗 中国从来不谋求 这个取代美国 啊 中国 我听听我耳朵磨出茧子了 这王毅天天不就这么讲了 杨洁篪之类的 张东孙当初 传到给美国出地话 就是第一 作为 这个 第一就是中国没有与美国对抗的意图 希望美国大爷 这个这个 要明白我们的意思 别冤枉了我 第二 他说中国政府内呢 还有像我这样的反对于贵国开战的人 我在这个过程中可以发挥作用的 打起仗来 希望美国千万不要打中国 留着中国 且看将来 这都是张东孙的原话 中国战败以后 我们愿意谈判 请美国人留有余地 这都是张东孙当时给美国传的话 还不够 又把这个新政协的这个 参加新政协的这几百人的名单拿出来 在上面圈圈点点 给美国人拉出了一个名单 告诉美国人 这些人都是愿意和我 也愿意和美国合作的人 都是民主 个人主义者 希望美国人了解这些人 知道这些人 然后一旦中国战败了 美国人登陆了之后 这拨人可能就是要做战败后的 中国的临时政府的成员 到这程度 还不够 更把九兵团 就送出了我们的九兵团 入朝作战的 整个的军事部署 军事计划 包括九兵团 去东北晚朝鲜 去了这个军列的 这个出发的这个时间 到朝鲜有可能的 这个部署的方向 等等等等 这些核心的军事机密 报告了美国人 这里面又不能细说 一说就不说梁书铭了 这就说张东孙得说两天 张书铭 张东孙家里有五部电台 然后其中的一部电台 这个这个被人取走 然后呢 整个的就是个北京天津 这么一个国民党 留在大陆的 这个特务小组 用就张东孙给提供的 这个电台 给蒋介石 这个这个发报 联络 把九兵团的这个事情 听说就是 从这部电台来搞出去 这个张东孙甚至 因为他是中央人民 政府委员 可以接触到中国 最核心的机密 他竟然把国家的财经预算 等等核心机密 编成了情报 通过香港送给了 前美国驻华大使 斯图雷德 这是什么性质 这不用我说吧 我相信大家一听就能听明白了吧 这他妈是不折不扣的 叛国罪 更何况 也还是中央人民政府委员 所以这个事情事发以后 后来他整个特务 就给抓了 全给一网打尽了 最后交代的所有这些东西 把张东孙 一下子就把张东孙给暴露出来了 他成了焦点 他成了这起公安里的一个主角了 所以很自然的 甚至当时民盟里的的人和民主党派的人 因为那时候他们都属于中央政府的 那时候都是联合执政 联合政府 就包括民盟和民主党派的很多人 那都跟中央建议了 那没办法 就是判国罪啊 逮捕我抓吧 依法就办理吧 只是在这样的时候 毛主席 云淡风轻只说了一句话 说张东孙这种人 以后不能和我们坐在一起开会了 毛主席云淡风轻说了这么一句话 接下来就指示 有关方面 说张东孙这个事 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 把它养起来吧 就把这个一贯特例独行 尤其还有一桩公案里的公案 就是1949年9月底 9月30号 选举中央人民政府主席的时候 新政协全体代表 盗会的代表是576人 毛主席最后得票575票 大家一开始以为毛主席谦虚 没投自己的票 后来毛主席说我投了 毛主席从来都是投自己的票 这就是毛主席的自信 大家一听毛主席投了 那谁没投毛主席的票 有的人私底下就开始查这个事 就查出了就是这个特例独行的张东孙 毛主席就发了话了 毛主席就下了这个指示了 就把这个张东孙 放回北大 他以前就燕京大学的 燕京大学的呢 教授嘛 就这么让他依旧回到燕京 燕眼儿 其实就是北大 后来的北大 身份是北大哲学系的教授 当然客不能让他讲了 就把他给养起来了 所以这个张东孙的这个叛国案 早就坐实了 洗不白的这个东西 惊天的大案当时 专来挂帅 罗瑞卿主办公安部加北京市公安局 从狄特 反特 是不是 一大一张大网撒进去 一网打尽 最后兜出张东孙 你白口莫辩 张东孙当时 是不是他也都认了 尽管这个事情没公 没公布 没公开 但怎么回事 你张东孙最后是心知肚明 就这么一桩大案 就以这样的方式给他了结了 给足了他的面子 回来 只是到了吴华纳命的时候 红一兵小将们不干了 大家一起起来 把张东孙弄进监狱 弄进秦城 但是他当初的叛国案 这是板上钉钉的铁案 邓小平都不敢翻的案子 那最近这两年 张东孙的大儿子的儿子 叫做张东孙 是长孙 差不多是长孙吧 叫张鹤辞 最近这几年 上传下跳在网上 这个叫什么 抹起胳膊 使劲干 叫什么 拼命干 要为他爷爷翻案 为我们所不耻的 这个沈志华的同党 同党 这个杨奎松 杨奎松 沈志华 这个他们那是谁 这个已经是 到那边去报道的 这个谁 不好意思 一下就猛住了 那个红太阳 怎么生起 不好意思 这个杨奎松 这不也是在学界里头 竖起了旗吗 然后这个一篇文章 叫忍不住的关怀 还是引号的关怀 就要洗白张东孙 为张东孙翻案 那么为了给这个 这个张东孙翻案 这个张鹤辞 甚至肆意的诋毁 有恩于他们张家的毛主席 所以不由得不感慨 真是孙子 杨奎松 他们那就不用说了吧 你洗不白的 1952年 这个 抗平朝这个事 梁淑明的态度 又说的远了 说的张东孙又说了 又说了这么半天 接着回到这梁淑明那儿来 1952年 梁淑明写了一篇 自我检讨文 可能那时候要求进步 52年他风行浪静 很舒服的时候 这个自我检讨文 名字叫 何以我忠于落归改良主义 这个文章的标题 在里面他公开承认自己 不曾革命 他还给毛主席写了一封信 信中说 过去纵一事无成 今后以何感自免 他重申前请不顾年高 跟毛主席提了一要求 希望毛主席能同意 他去苏联留学 要到苏联去研究 巴普洛夫的理论 这真是啊 老当义壮 活到老学到老 楷模呀 梁先生 这 说是这有点 黑色幽默了 近乎一个玩笑一样了 主席就没应他 主席就 为此就建议 梁书联说 梁先生你可以到国内各地去参观 去访问 去做社会调查 哪都行 干什么都可以 你愿意去什么地方 就去什么地方 喜欢调查什么 就调查什么 我可以通知各地负责同志 要他们给你提供一切照料 和方便 什么叫礼贤下事 什么叫周公图谱 你看看 王上席 怎么对待特立独行的梁书敏 就到了这种程度 但是 尽管主席都做到这样 这个爱国者梁书敏 对于这个新的国家 对于这个新的社会 实实在在的 他是亮亮呛呛的跟不上了 真跟不上了 于是才有了 那一桩 叫吧 毛主席的公案 我们 明天继续 谢谢大家 请不吝点赞 订阅